中國軍事動作不斷 美國官員認為 根據俄乌戰爭的經驗 臺灣發展部隊成戰力 還有人民的決心 可以抵抗鄰國入侵 俄國防部戰戰局 近期的專文解析也提到 俄國訓練和時期不足 導致戰時膠著可以作為借鏡 國軍將會強化實戰化訓練 共機不斷擾臺 十五號上午被記錄到九度 侵入我西南空域 被空軍廣播驅離 七月已經累計八天的紀錄 中國軍事動作頻頻 美國國務院政軍局 助理國務卿路易斯 認為從俄乌戰爭的經驗中來看 不對稱戰力可以發揮作用 幫助臺灣防止侵略 路易斯認為烏克蘭使用美國 提供的標槍刺針飛彈 以不對稱戰力為臺灣防禦 上了一課 美國眾議院也通過二零二三 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 支持臺灣有足夠的自我防衛 能力以及邀請臺灣參與 環太平洋軍演 國防院學者以俄乌戰爭為例分析 中共如果未來對臺發動攻擊 可能會運用無人機增加強度 要特別注意 國軍漢光演習即將登場 國防部政戰局近期專門解析 俄國的情報嚴重失真 訓練跟士氣不足 導致戰力弱化 戰勢膠著 有鑑於此 國軍持續踩實裝 實地操演跟實戰化訓練 發展不對稱戰力 並且提升無人機的防禦能力 以利於維繫戰力 記者韓英朋友組整理報導 記者韓英公民工議員 記者韓英公民 氣